Hello! 大家好,我張老師來 一樣依照觀義 ㄎㄧㄧㄧㄚ 不要小看這7秒鐘 這7秒鐘,很多眾生心裡會得到平和 再一個7秒啦 来 今天讲讲 《易经》的第七卦 有时候你们闲来没事 摇一摇 大概知道 等下的业绩 等下的业务 等下的结果 等下的赛事比赛 都会知道 但是这样子 很多人在问 老师啊 《易经》可不可以预测一些事情 当然可以 不然老师好怕 吃饱没事干学这个干嘛 当然可以预测 他的问题又来了 老师啊 那他可不可以预测比赛成败 可以啊 可以啊 老师啊 那预测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来预测股票 拿来投资赚钱 一般来讲我是这样子 善意者不补 懂《易经》的人不会占卜 嘛 《易经》长的就是一个阴阳消跟长嘛 《易经》在跟你讲什么 叫春夏秋冬 《易经》很喜欢讲季节 有没有 水天虚啦 然后礼双兼兵治啦 有没有在跟你讲这种道理 地雷腹啦 天风后啦 什么叫地雷腹 跟这个很像 地雷腹 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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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 他要开始复原了 什么叫天风后 阳阳阳阴阴阴阴阴 有一个女生要来管五个男生 叫做四十四卦天风后 这个就讲到什么 讲到五则天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七卦这个诗 为什么《易经》里面要去读读看 我在讲这种东西 善意者不补 那我老师也没有要求 还是希望各位去当一个命补师命理师 但是你可以看看他的哲理 你把《易经》当作故事书 有没有 当作风神榜 当作西游记也很好看 你看我们刚刚有没有从乾坤屯蒙虚 你要等哦 结果你不等 你跑去弄 结果造成一个诉诵 那诉诵老师不是跟你讲吗 上个话我不是跟你讲吗 中啊吉 中凶啊 诉诵的诵到最后是凶 凶挂凶罩 一个很凶的真兆叫凶兆 我已经跟你讲过啦 结果你不听 到最后你看凶是来以后 然后你又不甘愿 嗯 怎样我跟他拼了 你看 诗 这个叫做出诗的诗 出诗未结 生鲜死啊 你看啊 注意啊 这个是凶 老师啊 你怎么知道他是凶 他的挂词 戏指有讲是凶 还要讲哦 来注意看来 易经 只有两个概念 形而上的 阴阳五行 你看这一个挂 有五个阴 对不对 从下面上出去 阴阳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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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阳气啊 被五个阴气包住啊 我跟你讲 不打仗也难 这个时候如何趋吉 避凶 一定要讲讲修斯底德理论 一定要讲讲哦 什么叫做修斯底德陷阱 话说在两千五百年前 那个古希腊文明的时候 听好 希望的基督教那时候 还不知道在哪里啊 两千五百年前 听好 两千五百年前 是在整个地球 有人类的历史上 最辉煌的时候 大概在两千五百年前 古希腊出了一个苏格拉底 我们中国出了一个孔子 再往左边一点 印度出了一个西达多 就是你们讲的释迦摩尼佛 你注意看哦 大概在五千 两千五百年前左右 加一点时间无所谓啊 我们中国人 度量大 不会care那几年 还有它的纬度 大概在北纬 二十五到三十五度 你注意看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教育制度 不同的历史 同时孕育出 相当优秀的哲学家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点 非常优秀 苏格拉底 古希腊 后来古希腊被西罗马帝国弄掉 才有所谓的基督教出来哦 所以历史你要这样看哦 你看那个宋朝 我们宋朝不是有一个少康吗 少康节 少康节不是利用这个易经 他觉得易经一挂不够吗 后来他不是研究一个叫做梅花艺术吗 从他的本挂 他的护挂到他的变挂 到他的错挂到他的中挂 研究出事情的启程转合 你现在的状况 过程 然后结果 然后对方想什么 然后外在的环境 这叫做梅花艺朕 那少康节帮梅花艺朕写了一个叫做 黄极金氏书 他是用易经的观点在推 这个宇宙的寿命多少 所以他不是写了一个叫做 宇宙一个循环 就是一个冰河级 叫做元会印世 一元等于十二运 一运等于三十会 一会等于 一会等于十二世 一世等于三十年 元会印世算起来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所以在一千年前 北宋初年的邵康姐叫邵庸 易经高手 已经推出一个冰河期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很多人在怀疑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去查查看 大概在十年前 NASA才公布一个消息 根据NASA 美国太空总统的研究 地球一个冰河期 十三亿年 你看 我们中国人 精算到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十三万年 他是算假 一个冰河期十三万年 我们只差四百年 厉不厉害 所以易经他可以推 推到一个地球 一个冰河期 十三万年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叫做元会运世 一运十二运 一运三十会 一会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炎会运世 在讲这种理论 那如果你抽到丝瓜 就要知道啊 讲到那个修斯底德还没讲完 怎么跑得那么远 绕了一圈 修斯底德就是 两千五百年前 在古希腊的时候啊 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 有一个叫修斯底德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就在研究 研究什么 那时候古希腊的强果是斯巴达 有没有 那个三百状 那个很多muscle 那个三百状 是有没有 很强 他是那个时候是 那个古希腊地区 地中海最强的民族 一个国家叫城邦 那时候没有国家概念 叫做state的 S-T-A-T 一个州啊 一个城邦 没有 没有National那个概念 S-T-A-T State的一个州 这个时候 这个斯巴达相当强 可是在这个强的过程当中啊 哎呀 出了一件事 他发现在爱琴海 地中海这一带 有一个新兴的强果 叫做雅典 这个雅典非常好 什么都好 又谦虚什么都好 但是这个斯巴达会怕 糟糕啦 怎么办 握他之下 起荣他人憨睡 当年不是人家问那个吗 又问那个 那个宋太祖 哎呀 人家南唐又没有 又没有怎样 为什么一定要消灭他呢 他说你懂什么 握他之下 起荣他人憨睡 跟打呼 你就睡不着啊 所以斯巴达就说 不行 这个雅典结起 必将对我们造成威胁 就想要跟他打 雅典说没有 我没有那个意识 我只是要和平站起来 我没那个意识 你不要想太坏 但是因为以前没有沟通 以前没有那个沟通的管道 结果误判 结果斯巴达跟雅典足足打了三十年 你知道吗 以前的医疗不好 你大概那个冷兵器 大概杀了一刀 我看差不多就要发炎 发高烧 差不多就要走了 所以经过三十年的战争之后啊 这两个伟大的国家 跟民主就灭亡了 结果便宜谁 便宜那些小国家 加太基 什么什么 很小那个国家就起来了 才倒成 后来的西罗马帝国很强盛 我跟你讲 我给你讲 斯巴达在哪有让你 什么西罗马 西什么什么神圣帝国 没有 所以他们就这样灭亡了 这是叫做所谓的 修斯底德陷阱的由来 那从2500年前到现在 足足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啊 一共发生了15次的 修斯底德陷阱 其中11次引起战争 所以修斯底德陷阱的 发生的战争激励 达到73% 这就是老师开这个视频 奉献各位的地方 不要误判 你要去了解你的敌人 更要了解你的朋友 因为了解之后 你才不会误判 以前人就是不了解 互相猜忌 互相怀疑 他最后 宿诸武力 叫做斯 当你沾到这一只挂的时候 我跟你讲 草木为之寒碑 风云因而变色 凶 为什么 一个羊 被五个阴包住 第一个 你会被吸纳 变成一个阴 不然就要跟他抗争 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听好 意经为什么 它是一个 高潮叠起的联系剧 不是穿空 不是穿越时空剧 是联系 为什么 虚 叫你等待不等待 结果诉讼了 叫你诉讼 也不能 你看打仗了 所以第七挂在讲 吃不好 第八挂就要比 水地比 不要打了啦 大家都是朋友嘛 彭比 维坚的比 对不对 大家算了 也在跟你讲 好像要打不打 我跟你讲 不会打 打 你沾到这一只挂就 面临 兵凶战危 可能有战争的风险 其实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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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是一直讲吗 纳许均衡嘛 这个两兆双方都知道 不可能透过你单方面的行为 改变一下 改变现状 就会增加你的利益嘛 这叫做纳许均衡 纳许均衡 1994年的经济 经济讲的得主 这个理论现在广泛的应用哦 大概在所有世界各国来讲 他们在讲均衡平衡上 一定用纳许均衡 纳许均衡再切下去的话 用Game Theory再切下去 有所谓的猎路理论啊 囚徒困境啊 胆小肌理论啊 胆小鬼律都有 有什么Stack hunting game 还有Chicken game 还有Dilemma Predemned Dilemma 这个有分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易经》 不是在讲西方 赛籍理论的分析 其实这个拍一个带子 也很多人会听啦 不过anyway 讲讲诗 这个诗 如果你站到这一只瓜 再跟你讲 你前面一个动作 没有处理好 会造成今天要打仗这个极面 摊牌了 It's time to摊牌 这个时候再跟你讲 你要相当理智 因为你在理智下去 会进到第八卦叫比 还是可以化解危机 所以这个诗在鼓励 这个第二窑 这个羊 不要动 Free 杰冰你知道吗 美国警察看到你 Free 你不要动 不要动就没事 你不要在那边叫 我跟你讲 美国警察是没有什么名 你不高兴你动 我就把你开枪先打再讲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 他们很那个 你Free 你最好就不要动 也不要笑 也不要讲话 然后叫你趴 你就乖乖地趴在地上 比较安全 这个话再跟你讲 你打也会打输 但是打跟不打之间 讲的是一个气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三本五十六 三本五十六是出国留学的 英国美国他都去过 三本五十六曾经在美国当过五官 他知道美国国力很强 为什么要打 三本五十六知道 不能打 全世界 所有的军种当中 有国际观的军种是海军 空军没有用 空军就自己的领空飞来飞去 陆军 自己的领土跑来跑去 只有海军 海军会到国外去 对不对 去去演习嘛 到国外去走一走 宣扬国威 像那个镇和下西洋 这样 所以海军是最有国际观的 三军的数值 对不起 我一定要讲 三军的数值 还有四军的数值 军队的数值 最高是海军 比较有国际观 当年的三本五十六就是 戳到这一只诗 可是他坚持不了 因为他说打一定垮 可是不打 连他妈戏都没有 他妈戏就是魂 因为日本那时候 太自大 日本人太自大 都觉得 哇我很强很强 其实三本五十六知道 你没有那么强 可是讲出来 没有人要听啊 取高克寡 但是三本五十六想想 也好 透过打仗 透过大和剑这个战来打 打败以后 让日本人收敛一下 因为打不打很难 但是打了以后 他这个他妈戏 他这个魂 军人的魂破的魂 他妈戏还在 这是一个高级的战略 因为你叫他不打 人家以为你巨战嘛 chicken 哎呀你没有胆 他说打下去一定这样 还好你看 打了以后你看 日本在三本五十六的预估当中 很惨 因为三本五十六在美国 看过那个军工 那个军工产业很强 对啊 所以有时候人要这样看 站到这一支挂 跟你讲 有战争风险 可是不会发生 你站到这一支挂 不要怕 因为这一支挂的前面叫送 后面叫比 毅经在违言大意跟你讲 你不要那么盲目 一而再再而三 你是讲不听啊 讲不懂是不是 叫你需要的虚 你也不等 然后叫你诉讼说 忍你也不忍 现在戳到这个诗了 诗了要打了 如果你再不忍 你这个这辈子 永无翻身之地 这个挂在跟你讲 摊牌的时间 但是可以不打 可以不打 因为有时候打仗是这样子啦 跟演习一样 做做样子 这个维持一下 你这个民主的尊严 就这样而已 好 我们第七挂就讲到这里 我们会陆陆续续 把这个联系剧讲完 他现在是讲到第七级嘛 有时候他会讲讲讲 有讲个东西起承转额 这个就是这样讲 好 那喜欢老师视频的话 一样赶快去按个赞 分享 或加入订阅 开那个小叮当 我那个带子上去 都会跟你们讲 好 那我们今天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